政府大楼豪华超标的新闻 我们可没少听说 最近江苏徐州沛县的政府大楼又出问题了 您看看图片上这个大楼怎么样 这中间是主楼 两边是副楼 看上去这是颇为壮观 用现在流行的话说 颇有点土豪的气质 不过这只是外观很拉风 但是群众反映了 办公楼里面的装修更是豪华 特别是领导的办公室 哪几近奢华 有一百多平米 里面是要啥有啥 您看看图片上这一间 这就是一位县领导的办公室了 有八十多平米 里面办公桌 茶几 沙发 会议桌 绿色植物一应俱全 就连地板都是木制的 您看看这完全是很有钱 不光办公区域大 在办公室的旁边 还会有一个三十多平米的休息室 我都怀疑是不是这张图片 看着跟酒店似的 您别怀疑真的是人家的休息室 里面又是沙发又是书柜 还有一张双人床 这到底是办公的还是来度假的呢 据了解 该县的主要领导的办公室 都是按照这个标准来的 而根据标准 一般县级正值办公室 每个人的使用面积是二十平方米 负值是每个人的十二平方米 如果说按照二十平米来算的话 这超标就有五倍多了 而且装修配置都非常的高端 大气上当死 真的是花公家的钱 不知道心疼 事情曝光之后 对于如此阔气的大楼 当地的官方也承认了 说是超标了 为此他们还想出了一个清理的办法 就是对办公室进行重新的分配 现在原来的那个一百多平米的领导办公室 现在搬进来八名工作人员 您看看 就是图片上这个样子了 我们不禁就要发问了 办公楼超标豪华被曝光了 是不是往里填几个人 就可以解决问题了呢 如果说不从心底认识到这个问题 今天你糊弄糊弄 明天还会是一样 要从心里认识这个事情 了解这个事情 并且尊重这个事情 你才可能会解决掉 我们来看一下新华网 对这个事情的说法 它的标题是 办公面积超标数倍 谁拿中央禁令当儿戏 文中说 中央治理官员办公面积超标 并不缺乏决心 这几年呢 几乎年年都会下发禁令 但是一些官员 对于中央禁令置若妄为 无非就是两点吧 一个是违规的成本太低了 超标建办公大楼 往往呢 不需要付出任何的代价 第二个是 监督不到位 在一个地方超标建大楼 谁来监管呢 上级监督太远 自我监督不可靠 公众监督有热情 但是监督又没有力度 我们再来看一下 京出网对这个事情怎么说的 它的标题是 超标的豪华办公楼 不能天人了事 文中说 对于一个县委县政府 为什么能够一致一金 建起了超标大楼 其根源追究 恐怕不能只是一次整改就了事了 今天在舆论的压力之下 可以牵人进去来弥补 那以后 是不是还会建造另外一些豪华的办公楼 把今天签入的单位再签出来呢 没有对建造豪华超标办公楼的责任追究 没有对配备双人床来龙去脉的检查 豪华办公楼的出现就不会停止